印度外交部長蘇傑生在星期三播出的採訪中表示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缺席本週在新德里舉行的豬20峰會並不罕見 也不會影響會議上達成共識公佈的談判 自2020年6月在馬拉雅邊境發生致命軍事衝突以來 印中關係一直處於冷淡狀態 但蘇傑生表示 領導人過去曾缺席峰會 分析人士和官員表示 習近平和俄羅斯總統普京缺席意味著峰會很難達成一致的領導人宣言 蘇傑生還淡化了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的威脅 即俄羅斯將阻止峰會的最終聲明 除非他反映了莫斯科在烏克蘭和其他危機上的立場 並表示各國將盡力最大程度地實現這個目標 他們的談判立場和談判人員不應預先判斷結果 9月9日至10日的世界最富有國家領導人峰會 是在動盪的全球環境背景下舉行 蘇傑生表示 他相信諸20團隊成員會明白他們不能讓全球其他國家失敗